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44万亿美元 加上汽油销售4301.16亿美元 两项制合为26.94% 可见美国确实是汽车上的国家 但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 中国公司仅仅抓住电动汽车带来的产业给予 将会带来多么大的产业空间 这个市场比智能手机市场和芯片市场还要大多了 也能带来非常多的中高新岗位 而第二大消费产品是食品和饮料商店销售 8650.95亿美元 以及餐饮服务场所消费 6214.83亿美元 总计23.92% 一个开车 一个吃喝 加起来沾到美国人消费的一半 即50.86% 美国2020年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是 6.215万亿美元 那我们是多少呢 2020年中国税货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39.1981万亿人民币 按照年平均汇率 6.8974计算 就是5.683万亿美元 美国比中国多9.36% 前两年国内都有预计 当年中国消费零售市场规模超过美国的新闻 最终没有超过 主要是两个因素 延缓了这个过程 一是贸易战带来的人民币贬值 二是去年疫情 中国消费市场受到的影响比美国更大 今年由于人民币升值 加上中国去年消费是下降的 基数低 因此存在消费超过美国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实现了 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数据 而且震撼全球企业 为什么说中国国内消费水平超过美国就会很震撼呢 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 目前主要大国均使国内市场消费大大超过出口市场规模 因此 随着本土市场规模更大 水在大国竞争中更占优势 如果当年苏联能抓住中国国内市场 说不定也不会走向衰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当年苏联和中国决裂 对于苏联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导致苏联阵营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实际上50年代末的中国 经过建国初期工业化的黄金十年 已经初步有了一些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 如果苏联能够改革自己僵化的经济制度 做大自己的轻工业和中国紧密合作 人口庞大的中国在不断发展中 可以成为其巨大的市场 对于苏联来说 将会形成市场需求 到促进技术研发良好的正向循环 可惜苏联在产业方面 把重心放在了重工业驱动的军备竞赛和航天技术竞赛 同时又在市场方面和中国决裂 把一块潜在的经过开发 可以让苏联工业获得巨额利益的大市场割了出去 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做了失败的选择 当年中国苏联东欧在人口上是领先西方世界的 领土面积和自然资源也差不多 自从中国这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失去之后 即使苏联在产业转型发展上取得成功 改革了较为僵化的经济体制 企业会因为潜在市场规模远小于西方而难以做大 毛泽东说过 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中国一出去 苏联把东方阵营人口搞少了一半多 面积搞少了差不多1000万平方公里 本来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就不如西方 失去了中国等于失去了仅有的一些希望 尤其是当中国和美国建交 全球最大的西方市场和全球最有潜力的增长性的中国市场 开始在经济上合作之后 这场苏联和西方的竞赛已经注定了结局 我以前看到说 其实中国是冷战胜败最为关键的因素的说法 其实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中国在冷战时期相比美苏还是挺弱小的 老百姓也挺穷的 出口金额很小 对外经济影响力极低 也没有像样的海军 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不错了 哪有能力左右美苏争霸的胜负 但是美苏争霸最终基础还是经济发展 有了钱才能搞科技 搞民生 搞基础设施 搞军事装备 如果攻击侧和市场侧 潜力上限都不如西方 那苏联是必败无疑的 其次 国内消费市场的大小 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不过当年要加入世贸组织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国内消费市场实在太小了 同大人口消费潜力 还没有挖掘出来 2001年 我国入市的时候 按照限价美元计算 中国的经济消费总量 只有1.339万亿美元 而2001年 美国的GDP总量 10.582万亿美元 是中国的7.9倍 国内市场规模太小 因此我国需要大量出口 拉动经济增长 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度非常高 这也是为什么 入市如此重要的原因 也因为入市后出口猛增 出口顺差迅速扩大 带来的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 2001年到2020年的中国出口金额 从2001年的2606.98亿美元 增长到2020年的25903.87亿美元 2020年是2001年的9.735倍 当2012年出口金额突破2万亿美元后 出口就遇到了瓶颈 增长速度大大放缓 这显示国外市场 不可能无限地让你做大的 别人对你开放的市场 也是需要拿出东西来交换的 为什么出口会有一定体量之后 就不再快速增长的现象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是国外经济增速总体 是没有国内快的 因此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 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 增速必然大大放缓 另外就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 劳动力成本上升 一部分企业会把产能 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例如越南 柬埔寨 印度等 出口增长 虽然遭遇瓶颈 但与此同时 国内消费市场 也随着经济发展 而迅速增长 随着时间的变化 国内超大市场的力量 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了 2001年 社会消费品总金额为 3.75952亿元 2020年为 39.1981亿元 2020年 是2001年的10.43倍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社会消费品领售总额 是连续增长的 并没有像出口那样 在2012年之后 就遇到了出口增长瓶颈 这也充分说明了 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对于美国和中国 这样的大国来说 最终都会使国内市场 相比出口金额 更有优势 这也是大国 巨大的力量来源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不仅意味着 其可以养活完整的产业链 在国际冲突爆发时 具备极高的经济安全性 也意味着其他经济体 尤其是中小经济体 不得不依赖大国的大市场 否则将无法维持经济增长 或者维持其当前人均GDP 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 大国的话语权 而反过来 大国则对出口的依赖 要小得多 对于中美来说 出口市场的规模 是无法和国内市场相比较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 美国的货物出口历史最高峰 是2018年 为1.67695万亿美元 2020年 美国货物出口为1.435万亿美元 很显然 跟国内市场 6.251万亿美元的规模 是无法比较的 对于中国也是一样的 2020年 我国的出口总值 25906.5亿美元 跟国内市场 5.683万亿美元的规模比起来 是差不多1比2的关系 而显然 由于中国是全球发展 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市场占全球的比例 在不断扩大 因此 以后国内市场规模增长 会比出口更快 因此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以后国内市场 将会更加是 中国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 我们在面对 美国半导体技术封锁时 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 起到了更好的支撑作用 大量半导体产业链企业 在国内A股上市融资 从国内市场融资 受到机构和股民的追捧 并且市场普遍暴涨 另一方面 各路资本 也普遍看好 我国市场规模 能够独立支撑 实现去美化的产业链 因此 资本也纷纷投资 各种初创 以及领先的芯片产业链公司 如果今年中国消费市场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 并且不断扩大 对美国市场的规模优势 对于中国产业发展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意味着中国公司 对美国市场依赖性在变小 而反之 美国公司 如果失去了中国市场 对于自身的影响 将会加大 因为市场是公司财富的源泉 资本与技术 从来都是实现经济发展 和国民富裕的两大发动机 而资本 其实最终就是来源于市场 谁的市场规模大 谁就越是占有优势 市场与技术 就是两大发动机 这两大动力 又互相促进 技术越是先进 则可以促进 本国国民人均收入提升 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 则又能为本国企业 提供更多的营业收入 加强其综合实力 由于美国市场 就占了西方国家市场规模的 40%到50% 所以如果我们超过了美国 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是有可能在10到20年后 中国市场规模 超过整个西方总和的 到那时候 巨大的单一市场 将会对西方各国 具有绝对的优势 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怪典 我国已经掌握了 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能 下一步再掌握全球最大的市场 那在和美国长期竞争中 将会进一步占据主动权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业中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